是这样的,刘魏国律师发起了一个与小安妮感同身受 用这种方式,用绝食的方式,不是自虐,也不是抗议 只是用这种方式来感受小安妮的痛苦 她发起的这个绝食接力,为了把小安妮重新送进课堂 让她正常的学习 在刘律师之后,是李化平和辛巴 今天第三天,是我,陕西康夕平 那您那个就是,是前几天中午开始的 那就是要延续到明天的中午三点是吗? 是,我们这个绝食节力是每个人,每次 就是每次是二十四小时 我想问一下,因为前面的都是男士 那您呢,作为一位女士,因为我们也知道 就是很上身体的,那您是去,您是怎么想的 选择这样一个方式来表达您的批评呢? 我觉得不管是维权,还是追求民主,或者是做什么事情 包括这个绝食,它不分拦你 只是您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这个心情或这个想法去做 谢谢您,然后我很想问您一个问题 据我所知您已经来了好几天了 您能跟我们讲一下,您来了几天 然后这些费用都是,都是什么支付的? 我是9号来这里的,9号中午到这里的 我的费用是自费,我是这样想的 那个,我不能就是说是再给张琳妇女和那个就是这个小安妮关注团 在增加负担,现在到这里来的有,全国各地有很多的网友都聚集在这里 为着这同一个目标,就是送小安妮回学校上学 这个费用很大,我们也不像政府有什么维稳经费或者公款 都是靠网友捐赠之类的,费用很紧张 我希望我自己可以自付我的那个费用来减轻负担 我不能为她,就是不能为张琳妇女和这个小安妮关注团做更大的 就是做出更大的各大的贡献或者是什么 我至少至少尽我所能不给她增加负担 谢谢您